當然你可以透過那個SQLite Browser 我有講過在那個其他服裝資料裡面這個軟體 你解壓說這也是免安裝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找到我們的SRC底下就會有這個東西 叫Market.db 把它開起來就可以了 這我已經開過了 再開一次 OK 裡面就會有個Market01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它會顯示出來 這個是Data structure 然後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資料也可以預覽 所以目前在Market01的資料庫裡面 只有一個table 所以它就秀出第一個table出來 那底下也可以看到筆數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 它每一頁每一頁 好像一頁就給你一千筆 所以一直往下可以看到底下的資料 甚至在這邊也可以做New Waker 也可以Insert into 也可以刪除 這個程式我們前面也有講過 第一個就是什麼 一樣做那個所謂的Import 其實Request不用 因為我們要下載那個資料 我們其實是什麼 前三行都一樣 再來的話呢 底下呢 我們先把那個欄位名稱先Print出來 Print 欄位名稱 真的有重複到 是這樣多的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我下一個C口語法 把資料給抓回來 那抓回來的部分的話呢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Cursor 我前面好像寫 Cursor等於這個 前面寫這樣 Cursor等於Cursor.q 我後來發現好像不寫這樣子 它一樣可以丟到Cursor裡面 所以 乾脆不要寫好了 但我習慣是什麼 感覺有點像 我Execute之後前面來接 所以 之前我有跟各位講寫這樣子 寫這樣子好像感覺比較有接收到的 但後來我發現 不寫也是可以的 OK 它一樣幫我丟到Cursor裡面去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Python的寫法還蠻多的 所以有時候看到奇怪為什麼別人這樣寫可以 我才以為 原來Python的彈性還蠻大的 不是只有一種寫法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別人有不同寫法 你也不要覺得很奇怪 可是你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要記得哪一種寫法 對你來說是比較好記的 你就記那種方法就好了 千萬不要找一個最難的方法 根本記不起來 那等於是找自己麻煩嘛 OK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盡量 我一直強調 程式不要寫錯 其實寫程式就很愉快 那為什麼很多人很想放棄 大部分都是越寫錯誤越多 當然越想要放棄的 OK 所以 再來的話呢 我們print 然後呢 把這個Cursor怎麼樣呢 查完之後 幫我把什麼呢 所有的東西幫我查出來 然後呢 並且告訴我這個所有 所以我現在把資料全部取出來 好了 那取的話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呢 要把它print的出來 你會發現 然後呢 用4match呢 又是最好的方案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4match簡直萬用的 以前的話如果沒有用4match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 因為要把所有東西串在一起 然後要再串一些 一些鬥點啊等等的在中間的話 哇 那簡直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但是有4match 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有沒有一直強調說 你一定要把4match學會 OK 那執行一下 來看一下 有沒有 出來了 但是 會有個問題啊 2萬多筆 這樣2萬多筆 要直接幹嘛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請你幫我做出 類似於 剛剛在樞紐分析表做的事情的話 那 要怎麼做 比如最好寫一個 寫一個 那個 input的查詢系統 請輸入你要查詢的什麼 那個 什麼 蔬菜種類 然後他就打一個關鍵字 比如要打個 另外打輕蔥 打個蔥就好了 然後他就把蔥列出來 然後告訴你呢 哪邊買蔥最便宜 這樣子這個系統 感覺比較好用 最好是連那個 哪個地區他配合Google地圖有沒有 甚至就直接談到那個Google地圖那邊 跟你講 你去那邊 然後你可以 甚至設定導航 就可以直接去那邊買就好了 OK 那可是要怎麼做 特別重要 如果你沒有樞紐分析表也沒關係 這個時候你其實可以利用什麼 SQL語法 做很多變化 SQL語法 來看 不過這個SQL語法的應用 這已經 可能超過我們這個課程的範疇 不過因為 我一直強調 有些東西 最好你都要會學會 否則的話 你以後遇到問題 你只知其一 你做不出其二來 很簡單 1 我教各位 另外 請你把slate的所有的欄位 from marketing 1對不對 我把它ctrl c 然後我直接放到哪裡呢 SQLite browser 這邊 這邊有一個叫exqsql 有沒有 所謂exqsql 就是說 你可以不用經過python 也可以直接在這邊給我下命令 那跟各位講 現在所有的資料庫 都會有這個東西 exqsql 平線夠的話 那你就可以下命令 直接把資料撈回來 你就直接把那資料做後續處理也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 我把剛剛的程式貼到這裡 slate的所有的欄位 from market ok 那exqsql的話 這邊有exqsql exqsql就是 把上面的這個SQL丟給 database去drop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底下有沒有 他就幫我把 2萬多筆的資料列出來了 可是你說 老師 可是我現在不要那麼多啊 我現在只要什麼 我現在只要那個 清 不要輕鬆了 換個胡瓜好了 我想要知道胡瓜 胡瓜是什麼 胡瓜應該是 比較大的 比那個什麼 小黃瓜還大的 ok 好 那我就會哦 這就是後面你可以加個 篩選條件 會哦 後面空一格 加哪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叫d對不對 d這個欄位空一格 那因為他是文字 所以用like like呢 那因為文字前後要加單一號 移到中間 你就把那個 胡瓜兩個字 把它輸入上去 再來的話exq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資料呢 已經從兩萬多筆 可能已經 又更少了 然後呢 胡瓜出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四東四東一堆 而且你會發現很多資料都重複 松江 西湖 長春 永春 一堆 可是我現在希望怎麼樣 你不要 這些資料重複的 你可以幫我把它做一個 一個出現就好 其他不要出現 那這時候你可以再怎麼 這個語法後面空一格 有個語法叫group group by 有沒有 所以你就打一個group 空一格加一個by group by 有沒有 group by 然後by哪一欄呢 c欄 所以group by c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多又一個效果了 我們看一下 exq他看看 出現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欸 不就越來越接近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要的了 哇 但是 可能同學說 老師那你可以幫我 排序嗎 對 排序啊 不過你會發現 在那個excel真的很方便 按一下就好 但是呢 在 那個什麼呢 seql語法裡面呢 你必須要下一個語法 空一格 排序按照依覽排序 那怎麼 怎麼 怎麼下 排序 英文叫什麼 sort by sort是python seql語法裡面 seql語法裡面叫order by 剛剛是 group by 對 ok order by ok 應該會吧 or dvr order by 哪一欄 依然 依然對不對 ok 這樣子的話 再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有小幫 有沒有 有小 排到大 欸 那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哦 最便宜的是在哪裡 成 成德 成德在哪 成德市場 不是不是不是那個成德啦 成功的成 德系 是不是在內服啊 成德 google一下 有嗎 資料跟我們不一樣 我的有15塊 你的25塊 是不是 欸 是哦 還是你的data跟我們不一樣 沒有啊 日服刷15塊 西服的市場 嗯 沒關係啦 還是我們日期抓不一樣 有可能 我的是2019的 你是哪 2019 欸 好沒關係 再查查看好了 這查一下 他查是最後7月14的日期 對 所以沒辦法 我們先先先先做出大概 啊 之後當然我們再再去追究啦 反正我們先有這個效果 好不好 ok 啊細節 我跟你講 SICO語法太多了 你說SICO語法 做出來的結果其實跟樞紐分析表要的差不多 只是說SICO語法麻煩 我只是跟你講說SICO語法辦得到 只是說你要把SICO語法 要加什麼那個指令名稱要知道就好了 啊都可以啦 你講的都可以 只是說你要把那個名稱 啊做 還有啦 你想說哦 是 欸可是哦 我希望我們剛剛不是只有幾個欄位呢 一個 兩個 三個欄位就好 也就是前面這 這兩個不要怎麼辦 從哪邊下手 我只要CDE我不要AB 你想說老師那沒關係我將來是 把它用 覆制到ESHEL直接砍掉嗎 可以啦 只是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不要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下手 SELECT前面不是有個星號 星號是什麼呢 星號就是 所有的欄位 那如果說你只要三個欄位 你就是C 豆點 D 有沒有 這邊加一個豆點就可以了 就是說中間呢 把它分隔 看你要哪些欄位 你就是去執行哪個欄位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CDE了 OK應該可以 懂我的意思吧 啊最後的話呢 如果說你 欸我同學說 老師那 我可以把那個 C這個名稱 改成正常一點的 比如說我改成叫市場 可以啊 最後的話你可以 把這個C後面 空一個 加一個S 空一個 加個市場兩個字 如果我剛剛試一下 SEEQUELINE不是用中文 SEEQUELINE不是用中文 所以你只能打 打那個什麼 英文好了 我打一個Market 好 那把 C as Market 有沒有 這名稱 SEEQUELINE 那你會發現這上面有沒有 就改成Market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啊 這一串 不過這邊字太小了 所以 我主要是跟各位講 就是說 如果將來 那你要做一些 就是查詢系統之前 那你可以先在這邊先查 查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放到程式裡面 然後把 比如說我要查的 哪一些D欄對不對 你把這個D 變成一個Input 然後讓人家去Input 這個條件就可以 比如說我現在不要查胡瓜 我可以讓他輸入 請問 請輸入查詢蔬菜名稱 對不對 讓他打 打個 蘿蔔 那就蘿蔔出來了 OK 諸如此類的 那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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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